好 昨天晚上大家也一起看了 林洋配的賽事嘛 林洋王麒麟帶著本屆賽事 五連勝 跨界十連勝 挺進了四強 再度對決世界排名第二的丹麥組合 那雖然昨天大家真的好緊張 因為在第一局的時候 其實林洋配是落敗的喔 但是最後越打越火熱 是以2比1成功逆轉 連續兩屆奧運都打進了金牌戰 有機會挑戰二連霸嗎 好 來回顧一下昨天的比賽 其實丹麥組合第一局就和林洋配 有點陷入拉鋸都互有領先 但是丹麥組合拉到了這個11比7 甚至14比7 林洋配雖然追得很辛苦 追到了20比18 但最後還是因為出界 就是以18比21先丟掉了第一局 但是在第二局 林洋是力圖反撲一口氣連拿6分 還把領先優勢拉開到了9比5 領先了4分之多 那上半局結束之後 甚至拉開到11比6領先5分 丹麥隊是兩度追到止落後2分 但是林洋配有穩住情勢喔 最後呢是以21比17追平 雙方就以1比1平手進入了決勝局 那最關聖的決勝局呢 上半局林洋配也是一路領先 11比4把差距拉開到7分之多 那林洋跟王麒麟最後很穩定的 就是一路領先了 甚至是以這個10個賽點來聽牌 以18比21 21比17 21比10 好 非常榮耀的在本屆奧運 兩度打敗了世界排名第二的丹麥組合 連續兩屆奧運打進了金牌戰 有機會挑戰二連霸 好 昨天這場比賽 真的是看得非常的精彩 但是呢也是開心過後 還是要冷靜一下 思考一下戰術 因為很快的 明天星期天晚上9點鐘 金牌戰登場 他們跟誰打 跟世界排名第一的大陸組合 叫做梁偉堅還有王廠 那其實非常巧合的是啊 三年之前的東京奧運 林洋配打到了金牌戰 對手也是中國大陸隊 只是呢 對方的成員已經換人了 不是這兩個人 但是當時三年前的東奧 是第一次 首次 史上第一次 讓中國大陸的國手 在現場聽著中華民國的國旗歌 那這一次林洋配挑戰 重現這個場面嗎 好 昨天有很多的驚險 甚至可以列為這個經典的螢幕 出現在比賽當中 像是有什麼啊 臨時換拍這樣的情況 不到一秒鐘 鬼之換拍數 第二局的時候呢 這個王麒麟 他的拍子現斷掉了 但是比賽其實還在進行當中 結果呢 他居然是中途 立刻跑到了場邊 一秒換拍 回過頭繼續揮拍打球 所以昨天很多這個人 那有些人 根本不記得有這一幕 因為速度之快 讓人的眼睛根本看不清楚 不到一秒的鬼之換拍 昨天是在第二局精彩上演 那事後這個王麒麟還有李洋 他們也分析說 這個心態有沒有穩定住 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畢竟昨天第一局是落後的 所以呢 王麒麟就說 原本其實打得蠻低迷的 但是現場不停傳來球迷的歡呼聲 讓他在最後關頭醒了過來 而分析一下 明天的這個金牌戰 李洋則是認為真金的難度 比上一屆更高喔 上一屆是拿五勝 基本上就是拿金牌了 但是這一次還是會在金牌戰當中展現出 台灣精神 也點名很感謝搭檔麒麟能夠在 我最後一次奧運 又一起闖進了金牌戰 好 很多人就形容喔 這個麒麟配 這兩個人根本就是為奧運而生的男人 那另外呢 兩個人也要為明天的金牌戰 這個閉關備戰嗎 但是現在也被爆料 李洋就吐槽 王麒麟其實都會用手機狂刷 現在很流行的脆 threat 一直要刷刷刷 每天都要狂刷一波才甘心 可能也是他比較 這個賽場之外的紓壓方式吧 好 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 這段很珍貴的訪問喔 昨天這個麟洋配 打贏比賽之後 也接受了媒體採訪 那王麒麟就對自己的戰術 做了一些客觀的分析 他也非常感謝李洋 在一旁的鼓勵 在關鍵時刻給了他信心 第一局我就非常緊張 因為很希望可以拿下這場比賽 然後所以導致自己在 發揮的沒有那麼好 然後好在第二局 李洋發揮的依舊強勢 然後他一直給我信心 然後後面嘉年也一直給我鼓勵 叫我要去跟他們去做對抗 然後好險 在第三局的時候 自己一個發長球的戰術算蠻成功 因為在預賽的時候 我看李洋發長球 我想說我也嘗試一下 那很開心蠻成功的 很感謝各位球迷幫我們支持吧 因為其實現場的教訓真的很大聲 但是昨天李洋配的賽場編喔 其實也發現了一些 比較有爭議的插曲 當時是有一名台灣女生 她是拿著印有台灣字樣的小毛巾 結果被沒收之外 另外也有女子她是拿著台灣地圖海報 好結果呢 當場遭到的一名應該是大陸籍的男子 搶奪之後立刻跑走 雙方有稍微的爆發一些拉扯 那針對這些場面呢 駐法代表處已經表示了 當時的情況 的確是台灣觀眾遭到疑似 陸籍男子暴力扯海報 涉及了人身攻擊協助報警 那另外外交部也擇成了駐法國代表處 來協助相關處理 畢竟暴力事件再次發生 一定要喝止 外交部強烈譴責 惡意人士在奧運會中 蠻橫搶奪我國人手中 台灣加油圖樣標語的粗暴卑劣手段 該暴力行徑 不但毫無教養可言 而且嚴重違反奧運所代表的文明精神 更背離法治與侵害言論自由 外交部已擇成我國駐法國代表處 恰請相關方協助 防範類此暴力事件再次發生 維護觀眾安全 住處吳志忠大使 也與我國人會面 住處後續並將配合國人意願 協助向法國警方報案 外交部重申 各方應遵守奧林匹克精神 也就是卓越、友誼、尊重的價值 並遵守國際奧委會規定 及地主國法律 觀賞賽事時 保持和平、理性並相互尊重 這也是對各國參賽選手的尊重 另外 有關我國人在比賽中持印有台灣字樣的加油毛巾 遭現場保全奪走一事 外交部同時責成住處向主辦單位反映其過度執法 另外現在全台很多粉絲也都非常心疼我們的國首林玉婷 因為她最近捲入了到底是不是生禮女這樣的一個爭議 那昨天她還是盡量的不受外界的影響 很低調的出賽了 那非常的爭氣 直接晉級了八強賽 但原本是喜事一樁 但是林玉婷昨天的表現不像林洋 明明打贏了球 可以很風光接受大家的喝彩接受大家的鼓勵 林玉婷打贏了比賽 但是很低調的直接下場 並沒有接受訪問就走回了休息室 因為當時其實不只台灣媒體守候 全世界超過50名外國媒體 都在現場等著採訪林玉婷 那國際奧委會已經發聲表示 林玉婷參賽資格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符合規定 對於選手在網路上受到的攻擊 感到相當的悲痛 教練當然是最心疼的 已經不是用心疼兩個字可以來形容了 但是畢竟比賽就在眼前 也只能先定下心來 裝作沒事 希望不要給林玉婷太大的情緒壓力 不過現在的聲浪 我們真的是全力來支持林玉婷 像是前總統蔡英文 還有現任的賴清德 都有發文來力挺 而過去東奧金牌得主 入江聖奈是日本人 她跟林玉婷其實是對手 但是現在也很是力挺 一個欣欣相惜的發文 她說其實非常了解 林玉婷如鬼一般的訓練量 一個女生 但是她承受的是魔鬼般的訓練 像是尿液樣本都是在官員面前蒐集的 認為他們顯然一定都是女生嘛 我不喜歡男生打女生之類的評論 這基本上已經傷害了運動員的尊嚴 但是為什麼林玉婷的事件會滾得這麼大 主要就是因為這個人參進來 混入了這個亂局當中 就是這個哈利波特的作者 J.K.羅琳 她一直強調無法改變出身 但是不要作弊 雖然她沒有直接點名是我們中華隊的選手林玉婷 但是基本上大家就是把他們畫上等號 我認為這個J.K.羅琳就是在批評林玉婷 不是生禮女 立委陳金輝也表示了 要記住所有真心愛我們的人 都會在我們的身邊 永遠會陪伴著你在你心中 J.K.羅琳應該要了解奧林匹克的本質 就是非歧視 立委王定宇則說 政府應該要考慮協助林玉婷聘請律師 直接到英國去告人家 告J.K.羅琳這類發言 涉犯歧視並且要求賠償 所以看到其實政壇之間 不管你是什麼顏色 是藍是綠 現在都是立場一致 就是要來力挺林玉婷 那說到林玉婷這次的風波 因為有了J.K.羅琳的參戰 連續發文抨擊 所以連美國電視新聞網CNN 也做了大篇幅的報導 我們來看 其实就连美国拳击协会执行长迈克阿提 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时 也都摇头叹息为林玉萍打抱不平 并且表示认识林玉婷 哈利夫好几年 他们从来没有被检测出 这个高固酮过高这样一个情况 美国拳击协会这个执行长 就直指幕后操作者 正是国际拳击总会主席克里姆列夫 只为了扰乱巴黎奥运的赛事运作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卤会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卤会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卤会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